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其实今日话题今天呢 中讯请假 他这个星期都休假 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来了于昊来做代班 说到于昊呢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不陌生 还因为他在今日话题节目当中虽然没有出现过 但是在晚上的尖峰时刻呢 时不时的也会出现 作为嘉宾有的时候作为代班的主持人也会出现 说到于昊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最早我和中讯认识于昊呢 是他那时候还很年轻呢 但是现在他也很年轻 但是那时候更年轻 这一说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吧 那时候呢他是作为我们今日话题的听众 和我们一起认识的 然后吃了一顿饭以后呢 就变成我们的主持人了 然后这个慢慢的呢 他各方面的这个知识的储备 再加上中英俱佳 所以就接着呢就上到这个赵广瑜的节目里边 那现在呢他终于进入到了原来听 但是现在可以参与的今日话题当中 所以今天和这个星期呢我们都请于昊来代班 好那现在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来聊一下时事方面的这个话题 就是美国的国会呢他在礼拜五的晚上吧 通过了一个基础设施的开支法案 1.2兆美元的开支法案 那这个事呢对民主党来说呢是一个大事 原因就是在这个之前呢民主党内一直自己搞不定 自己党内呢有一些分歧 这个进步派的人士呢是说 拜登总统提出来的这个方案呢 就是开支方案呢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基础建设的这个投资法案 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国内的社会支出这个开支法案 所以这两个呢进步人士是认为说要绑在一起 如果第二个你不给我通过的话 第一个你也别想通过 但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 在这个进行了几个就是几个州的这个选举 和几个城市的选举之后呢 民主党意识到有危机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选举当中呢 说实话民主党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 是让选民不满意的 于是呢不光是丢掉了一个州的州长的职务 在新泽西州的这个州长也是差一点点 以非常微弱的多数呢最后胜出 可是这个呢给民主党敲了个警钟 于是他们终于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呢 妥协了 就是说在党内呢基本上是得到了比较多数的支持 这时候呢还得到了13位共和党的人呢跨党派过来支持这个基础设施投资法案 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呢228票对206票的结果呢 就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开支法案了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这个法案里边它包含哪些内容 在公路啊桥梁啊这个铁路啊这个这个水的资源啊电力系统啊等等 还有这个宽带的这个服务啊等等 它都有哪些措施都有哪些投资要在未来的十年之内呢分别的来执行 所谓这个实时务者为俊杰啊 在很多这个选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蓝州翻红 或者是蓝州这个红色的就是咱们共和党的选举呢 非常接近这个蓝州的一些大本营的地区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两党共同的努力下 终于达成了这一个1.2万亿的基础建设的协议 我们看到有13位共和党投票人赞成了这个协议 当然还有6位民主党最终没有投票同意这个法案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已经送到了总统拜登的办公桌上 相信很快就会被签署 那么这里边最大的一笔支出啊 听起来哈1.2万亿很多啊 但是我们细分一下会发现其实也并不是很多 最大的一笔支出呢 1500亿美元呢 用到了大概是三个部分 就是水电还有这个跟清洁能源有关的 那么我们看到大家都知道加州最起码很缺水 这个水的资源怎么样的利用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呢就是清洁水 可能很多听众啊 觉得我们现在用水很方便呀 而且我也在这水的资源上面 我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但是要知道美国还是有很多人 没有办法得到非常安全的清洁水 这个跟这个设施的落后以及这个设施的整个的系统的建设啊 老旧啊都很有关系 那么这第三方向啊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知道像加州为例哈 克罗拉多河水是我们的主要水资源 那么在这个克罗拉多河上呢有1000多个水坝 在这个期间啊 怎么样去在干旱的时候蓄水 怎么样在洪涝的时候能够去泄洪 还有呢就是怎么样用电脑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控制水资源的使用 还有呢就是电脑资源不能够被駭客袭击 因为我们已经发生过电力系统被駭客袭击的这个先例了 所以这1500亿美元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他说的这个水呢其实有一些东西啊我们不知道哈 但是实际上呢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他的水呢是有千的管道来运输 就是输水的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哈 然后密西根州前段时间这过去的三两年了 或者三五年了一直传出这个问题 但其实不光是密西根州啊 其他的有一些州呢也都有这个水资源不安全的问题 不卫生的问题所以这个水资源是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 尤其我们南加州缺水啊这个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电啊这个美国的输电系统 现在是特别的老旧那个共不应就是说 有的时候一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 或者到碰到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呢 他你就看得出来停电停特别长的时间 在各种情况之下呢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就说明实际上我们的输电系统呢实际上是有老旧了 而且呢他任性不够啊就是说一碰到什么问题的话呢 他马上就必须要停电拉电 那这个呢对整个的这个就是美国的经济来说 美国的民生来说是不好的哈 所以呢他用就是拨了一些钱要在这方面进行改建 我看他好像有一些钱呢他是为了就是延长几千公里的这个输电线路 然后以后的汽车的电动化以后呢用电可能会更加多 所以呢他就想要把这个全国的输电网路啊变得更加安全 而且更加的这个可靠啊所以呢在水和电方面呢他有这样的这个投资 其他的就是所谓的基础设施大家想到的就是公路啊桥梁还有这个高铁啦 或者叫美国的铁路公司Amtrak啊这个在这方面呢其实投资是也是比较多的 一共在基础设施方面道路桥梁和其他的基础设施方面1100亿啊 所以你想呢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前呢 美国的土木工程师协会曾经对美国的基础设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 然后给的分数并不是很高是C这个C来说在美国就应该算是不合格了 美国这么一个大国这么一个强国这么一个富国 它居然在各种的基础设施上这么差劲 而且呢在做评估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在美国有20%的这个高速公路啊 差不多有17万3000英里的高速公路是和主要的道路是叫做状况不佳的 有45000个桥梁是状况不佳的是需要要不就是加固翻新 要么就是干脆推倒了要重来的就是这个重建的这个桥梁 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又投资了1100亿美元 所以总体来说在据说是在过去的50年里面就是从不是50年70年了 从1950年代就是美国它开始洲际公路的建设以来 这是最大的一次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在公路桥梁方面的这个投资了 这次的投资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的气候暖化以及极端天气的变化啊 现在人类能够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但是还是在努力 那么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使用绿色能源 我们刚才说的哈这个投资于道路啊投资于桥梁啊除了增加效率减少这个碳排放以外呢 很重要一点就是还有一部分钱我们会用在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改造上面 像我以前居住的城市啊千项树当时市政府为了增加几公里的这个自行车道啊 进行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工作 然后说服各种部门能够配合自行车道使用 确实在自行车道增加了以后呢 很多公司也推出了相应的计划鼓励员工骑自行车上班 我自己也参加过这样的项目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 还有一个就是人行道 人行道和自行车道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安全 那么现在的很多城市在这两方面的做法呢 可能还不够安全和不够有效 所以这一部分钱投资在这两方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美国的整体建设可能我们大部分的华人觉得美国整体建设还可以啊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看到一些黑人社区的基本建设啊 其实是大大落后于平均水准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这个计划特别拨出了10亿美元用于黑人社区的建设 希望他们的建设能够达到一个基本的平均水平 欢迎据收听由于昊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天话题 现在中心在鲁角还正在去贝加州的路上 所以呢就它有一道好的这个休假 那我们呢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1.2万亿的基础设施的开支法案 现在已经通过了 在通过之后呢 就有人们就想要了解一下 它内容到底有哪些 哪些基础设施 哪些是美国必须要 这个要或许多予来 要可以去来 维护的甚至是新建的这些设施 刚刚说了公路啊 调量啊 这会是必须要有的 还有呢就是和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些小道 这些小道路是一个公路网啊 另外一个呢大家都关心的就是这个 呃 这叫什么啊就是宽屏的这个网络系统啊对吧 宽屏的网络系统啊 我想跟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非常有关系 现在呢 呃我们几乎可以说啊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使用网络多或多或少啊 有的人可能在网络上浸泡啊一半十几个小时 有的人稍微短一点 呃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各个公司 呃网络提供的公司的这个价格呢 其实是在下降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但是总体来说美国的这个宽带网络啊 跟很多的亚洲国家 呃包括欧洲人口密集的地方相比呢 呃我们有我们天生的难度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 但是在网络建设方面啊 这个东西它是不能够重复的 不就不能说你建一个我建一个他建一个 然后互相这样的进行自然的这个市场竞争 所以必须要由国家来提供一个基础的网络设施 那这样的话呢 呃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一个国家统一的一个资金播出的话 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变成一个更高效的 呃没有重复的 和对我们每一个使用者更加便宜的这个网络网络环境 让我们使用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像这个火车的运输啊 呃在同样的在亚洲的很多国家 日本中国欧洲的一些国家 这个高铁的技术也用的非常早 那么我们在美国呢也加州曾经也曾经尝试过修建高铁 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呃因为美国地广人稀 那么我觉得在短期之内呢呃一些大城市之间 特别是像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 如果真的能有一个高铁的话呢 可能会对这个节能减排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帮助 当然说到节能减排啊 那这一次我们这1.2万亿的基建计划 有很多都是注重节能减排 保护环境的 其中有一个大概是400多余用于 呃这个空港还有港口还有水路运输的这个 这个支出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说要修建这个硬件的 技术设施很多时候是要把这种绿色环保的技术 使用在这些空港啊或者是港口啊或者是水晶系统当中 还有一个150亿的支出啊 呃就是为了建立这个充电的电桩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买这个电车 但是很多家庭啊在买电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虑 就是呃我充不了电怎么办 如果我出去旅游的话是开电车 还是开这个普通的这种燃油的车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150亿的资金 用于更多的呃充电的建设的话 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的家庭在出游的时候 就会选择用电车 这样也是帮助我们的环境呃能够更好的改善 对现在汽油多贵啊 现在如果要是能用电车电动汽车来出游的话 那绝对是好方法哈 而且可以省很多钱 尽管你充电的时候也需要钱 但是我看好像比那个汽油的至少是便宜一半啊 至少是只有50%左右吧 所以充电而且还挺方便挺快的 你大概如果快速充电的话 大概半个小时45分钟就完全可以充好啊 所以又可以开三五百英里 所以这个是如果要是能够啊 把全国的这个网络系统全部给他盖起来的话 充电桩全部给他这个弄起来的话 那确实是对这个电动汽车的普及来说是有很大好处 所以今天你看这个方案一通过 今天早上那个充电桩充电桩的这些公司的股票一下子上涨了 什么百分之十几十几的往上涨 就说明有这样的需要和拨款吧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说基础设施法案呢通过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 而且民主党也好是拜登总统也好呢 都特别希望至少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 来提振一下民主党的这个人心 否则的话好像最近恨不得是这个受到的指责比较多 但是呢第二个法案就是拜登他也特别注重的第二个法案 就是叫做国内的社会开治法案 这里头包括很多其他的东西 包括这个学龄前的教育啊 包括这个老年人的照顾啊 包括这个就是失业人员的培训啊 很多东西都在里头 什么就是处判药物的价格定价的问题啊 然后这个移民的问题啊 都包括在这个第二个这个就是社会开治法案当中 但这个法案呢在民主党内啊 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果呢 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办法进行通过 但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呢 这个众议院他通过了一个意向性的 程序性的这么一个表决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通过了意向性的这个表决了 只要得到足够的票数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随时再进行一次表决 那这样的话如果得到足够票数之后呢 就可能会获得通过 如果一旦获得通过的话 当然就看了在参议院里边是不是可以获得通过 因为第二个就是社会开治法案啊 这个是共和党是坚决反对的 不可能再有13个共和党人跨党派的来支持了 那个时候呢恐怕是一个共和党的支持都没有 所以到底能不能够在参议两院获得通过 现在还不太清楚了 我觉得啊这个4000亿的一个国内的支出法案啊 就是针对老年人的照顾 这一点没有通过的话呢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 因为我的父辈他们已经是真的是需要照顾了 但是4000亿的支出确实非常非常大 还有一个1000亿的支出呢 是用于像失业员工的培训呢 还有一些特殊团体啊 就是受到照顾比较少的团体的一些支出 还有就是学生就业的培训 这1000亿呢你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但是呢他们确实是可以改变美国现在的就业市场 所以这两项没有通过啊 我们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吧 把这个资金可能多多少少再改变一下 然后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 总体来说啊 这个1.2万亿的计划目前是通过了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这1.2万亿的计划 根据白宫预算办公室的评估啊 虽然我们可能不会说增加新的税收 但是在未来10年之内 如果我们实行这个计划的话 可能会增加大概是2560亿的吃字 这个是我们需要保存在意识里边的 就是国家有钱 但是我们花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谨慎 对因为在民主党提出这个议案的时候呢 开支法案的时候呢 是说所有的钱都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找到出处了啊 这个呢靠自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一些投资 它是有回报的 那么靠这个呢就可以完全支付这个10年的这么一个开支法案 1.2万亿的这个开支法案 但是后来呢有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预算办公室 它对所有的提案的支出进行了一一的审核 最后还是发现有一些漏洞在里边 有一些可能是估计太高了 但实际的收入呢可能没有那么多 所以最后呢算出来还是有一些赤字在里边的 同样的第二个社会的这个开支法案呢也是这样子 民主党内为什么有分歧呢 原因就是说一些温和的民主党人呢 是说这个第二个开支法案 如果要是通过的话 必须不能给国家造成任何的负担 也就是说最好不要有任何的赤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所说的任何的每一项开支都有出处了 都有钱的来源了 那现在进行审查呢 就是在进行全面的审核 看看是不是你说的符合实际的情况 那这个审核估计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吧 如果要是你所说的 就是民主党的起草人啊 所说的每一个支出都已经筹到足够的钱了 没有问题不会增加国家的赤字的话 那么这个民主党的温和派就认为说 他们会就是投票同意这个法案 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在11月的20号左右吧 前后大概就会有一个结果 到时候我们就看 另外呢除了11月20号的这个 第二个社会支出法案之外呢 12月3号民主党又碰到一个难题 有两个期限又要到期了 一个是债务上限的期限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债务上限不能提高的话 因为在10月份的时候 在对9月底10月份的时候 不是债务上限就已经要到期了吗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两党呢为了避免政府部门的关闭 所以呢把这个短期贷款的 短期的这个开支法案呢 延长到了12月3号 所以12月3号呢又是一个最后期限了 如果债务上限不能继续提高的话 那么有可能又要造成 政府的某些部门被迫关闭啊 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 下一步的发展 希望这次支出法案呢 能够顺利的执行